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错了 看完了今天的 做我的通告 然后现在 搭车准备回深圳 我们这个车特别说过 它可以躺 对 然后 很多人会觉得我 这么常搭车 会带什么东西 我就是带一个 护金枕 然后还有一些 水 剧本 还有衣服 换洗衣物 还有我的 手机 手机也是必须评的 到车上 我通常就听音乐 看视频 或者是 然后剧本 但是能尽量不看东西就不看吧 我觉得还是挺上市的 今天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给你们录呢 就是因为明天呢 我会带大家看一下 我在片场的 我的一整天 所以说呢 今天有这个时间 现在录一个 算是intro的一个小视频 对 然后 我们就明天见了 我刚刚把我加湿器的水加满了 加湿器是我的必需品 对 然后我觉得 在那酒店最美的风景就是 看到我加湿器在运作的那一瞬间 那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我现在呢 准备睡觉 然后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现在睡醒了 然后刚洗完澡 我现在是完全素颜 你知道吗 刚洗完澡 我现在是完全素颜 我连唇膏都没涂 反正我现在就去装饭 我们就一会儿见 我们直接跳 耶 妆发完毕 然后我们通常都是 在酒店先穿自己的衣服 到现场再换服装 所以说现在我穿的是我自己的衣服 我刚刚化妆妆发的时候 我在读剧本 然后 我看了一场球赛 他们说今天是韦德的主场最后一战 然后看到第四节 韦德那几个三分球真的是 太厉害了 不愧是传奇 所以说等会儿到车上 因为车程是一个半小时 我应该会先背一下剧本 其实背台词的时候是 是我到现场前的 这一段时间其实还挺重要的 背一下剧本 然后再看大概三页纸的书 然后我就会睡觉 今天都会同步到底 好 那我们现在下入我们搭车曲 走 我们上车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值得分享的事情 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双鞋子呢 它是在2016年来的 那这是我去海外训练之前 前一天 我跟我发小去逛街 为自己的一个礼物吧算是 现在看起来更有故事的东西 这双鞋 我会发到我的社交状况上面 来跟更多的粉丝朋友们做分享 好 刚好我已经读完剧本演读完书了 现在我就准备听个音乐 然后就准备睡觉 睡觉的时候 就要闻开 我们一个小窗 这双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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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还没有换上去那个拍戏的衣服 不过没关系 就是光不好 那我就先到这里 等会儿见 我现在呢 为什么把镜头放这么近 是因为我怕收音不好 那么我现在呢 在补装 补装的时候 我会抓紧最后一刻 来入剧本 L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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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kiway up from the sky Cons just for them When the moonlight goes down Don't be afraid Just remember that I'm waiting for you 13.8厌房 要拍丁小时 今天算易了 嗯 这种声部的挺有趣 我看这场戏让你印象最深刻 反正有一场戏是这样的 就那一场戏是怎么样 全景一条破 虽然我还没看回放的片子 但我特别满意 戴剧组学会了什么方言呢 个德皇干啥干喊 戴剧组拍戏必备单品 加湿戏必备 然后再用拖鞋 你有多少双鞋 鞋就不用说鞋已经 我又购入一匹了 大概已经80块90了 那你有多少双拖鞋 拖鞋没那么多 息息20多 其实每一天每一天都挺新鲜的 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参与到电视剧的这个拍摄过程 你来到拍戏的话 其实他是非常注重这种现场的一种制度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点就是 去饰演别人 就是去演别人这个角色 还算是挺新鲜的一些经验 好的 我们今天的法文就到这里 今天就让开戏了 耶 嗨 我现在吃完晚饭 然后准备拍最后一场戏 我就准备收工了 今天录下来这一整天 可能录的不是很完整 中间断断续续 但是这就是 我想要稍微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拍戏的日常 那么现在其实拍摄也慢慢走到尾声这个阶段了 然后真的很感谢能进到这个和乐融融的剧组 然后也感谢对我好的每一个人 然后也谢谢粉丝朋友们一直在等待 也一直在期待这个作品 那我觉得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所以说呢 这一条Vlog看完之后 我希望你们能继续关注着初恋那个小事 然后呢 我们就在大萤幕上剪 那我就准备 结束今天的Vlog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